好来 好我们现在开始 今天我们要第九次 其实是第八次 因为中间有少了一次 大家去那个 全教会什么 第九次插考以佛所书 那我们现在从 就是今天就从经文开始念起好了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上次是查到十四 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之明被俗 使祂荣耀得到成长 还有再多一点 这个 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这边开始念起 我先为大家来念 以佛所书一章十五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祂 恩招有何等的指望 祂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保罗为以佛所教会 其实也是为当时的很多教会的一个祷告 那我们看看这里他写什么呢 就是说保罗写说 因此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这句话你觉得这个听起来 对这个教会来讲是不是很好 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使徒 或者说主亲自降临 说你们这个这里 黑武这个教会 对不对 我听说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夸奖 这是非常棒的夸奖 对不对 教会能够做到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好不好 我们敢不敢说 我们已经做到这个 我说信从主耶稣 可能还比较容易讲得出来 你说我们教会都是 大家都亲爱众圣徒 差不多啦 有差不多在那里 但是可能不见得有 但是保罗在讲完这个以后 他又为这些以佛所教会的人祷告 他说我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 这是好事 但是祷告所常提到你们 然后再求 求什么呢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所以就有人说 你看保罗就替这个教会 替这个信众 求这个什么 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 那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这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不是 大家仔细看哦 有一个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他给人智慧他也赐下启示 revelation 这个智慧我们大家先这个层次很多 但是我们先就是假设就是你就聪明智慧这个智慧 启示也把启示赐下给人 那这个灵是什么 他不是多个 不是两个灵 是一个灵 他就是替这个以佛所教会的这些信众 会这些人求圣灵 因为你们得着圣灵 那这句话的话就有几个意义可以在里面解释 第一个 教会里会不会有些人还没有圣灵 还没有从来没被圣灵得着 所以他在求 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 保罗去到以佛所的时候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那里已经有教会了 不是他创立的 他去到那边就碰到一些 算是长老 这是教会的带头人物 他就问他们说 我们上次讲过嘛 你们得着圣灵没有 你们受什么喜 他说我们受约翰的喜 没有听过什么圣灵 对不对 他就替他们按手 然后他们12个人就得圣灵 那这个得圣灵是清清楚楚 他们就当时就知道 我们经历的一些不一样的事 我们得着圣灵 这是上次我们讲过 那这个时候保罗替以佛所的会众 祷告祈求 会不会有些人在里面 其实还没有得圣灵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或者说你已经有圣灵的 但是圣灵在你身上的彰显 你到底是多少够不够 我看看我偷看一下 我忘记我今天有没有这张slide 可能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看一下我这有没有 拿好像拿掉了 有 太好了 这张图我就想说告诉大家 圣灵的这个工作 你们说这四张图轮胎里有没有空气 是那个什么 B是没有空气的吗 A有空气 那C有 但B是没有对吧 不是 B也有空气 它有空气 但是它的空气不够 压力不够 但是即使你不要看它这样 它里头的压力超过我们现在的气压 它里面有的 但是它气压不够 它就扁下来 当你的气压力够的时候 虽然是同样的一个体积 我们人的身体就这么大 但是你里头聚集了更多的时候 它这个车子就都都都抬起来 它的轮胎越来越远 你知道像B这种车子开出去的话 它可以开但是非常费力 就是引擎要花很大力 要走不动 然后就很累 但是你打了气压足够的时候 它不但执行可以没问题 它转弯也都很方便 这个就是说 我就讲说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 是有区别的 你说圣灵充满 充满了没有 你把这个B的这个车子架起来 它有的它一样圆圆的 但是它一受压 就扁下去了 但是这个ACD这几个 就是各不同的程度 它放下去 它就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 这是我常常用来讲 圣灵充满 你不要说一个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会有不同的彰显 一个基督徒圣灵充满 大家都很多人都说圣灵充满 但是到底充满多少 你能够抗的压多少 能够忍耐有多少 那就可能是每个人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他们都是有空气的 不是说B就没空气 不是的 都有的 那好 回来这里 回来经文 那保罗为这个以佛所的这些信众 求圣灵 这个很好很好 但是他后面求到更多的是说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父 将这个圣灵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您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必须讲我的例子 今天例子很早就讲 我讲一个叫做小镇的高中 小镇的高中是干什么呢 你知道在美国 这个很广大的国家 很大的社会 小镇 你在小镇里 你高中毕业 你就可以出去就找工作了 你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 不一定要 今天是不是又没有那个启示录 你不一定要说你 像是中国现在有点内卷 大家都要念大学 念完大学才能出去 但是以前就是高中毕业就很好了 高中毕业你就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去麦当劳打工 你可以回家继承你的主业 你们家有开这个农场的 或做什么的都可以了 你开五金店的 你可以在里头做manager 有些人高中毕业 小镇高中 他进入沃马 沃马不错啊 他后来还当到经理 你看 沃马当地沃马的经理 这个应该是蛮不错 有身份地位的人了 进到银行当行员 小镇的高中 我为什么要讲小镇的高中呢 因为在以前的时候 大家其实并不是有特别什么强求 大家觉得高中毕业就很好 就是一个大人 你看这张图 一个1936年拍的 叫做在北卡罗那那州 一个圣体球的人 他们就是 你看看起来就是成人 对不对 他们就要做事情了 出去做事了 高中毕业 可以做事情了 好不好呢 很好啊 教育是不是成功了 是成功的 你把这个一个小孩子 长大成人 让他对社会有用 这高中做得不错 然后你要知道 小镇的高中毕业是小镇 很多人他是 因为他这个资讯的闭设 在其实这以前 就是资讯闭设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因为网路 报纸 各种东西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各样的事情 但是在以前 以小镇出来 我就 其实你在念高中的时候 你当高中生的时候 我就想说 我将来出去 如果能到银行去 对不对 我将来如果去 去网马能找到四座 我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讲小镇的高中 因为那就是今天的教会 今天的教会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好不好 好 今天的教会 如果说我们今天达到一个程度 我们是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我告诉你 就先这些高中毕业生 一样 你就很开心了 对不对 主会 主至少不会拒绝我们 主说你们还不错 但是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 真的把眼界打开 这里有一个人 这个 后面那个男的 OK 这个人 这个人 可舍 你知道他是谁吗 比尔格里汉博士 我特别选这张出来就是说 格里汉博士 知道吧 他就是格里汉博士 可是你在看1936年他的高中 他跟几个朋友 不是全班 但他全班也没有比这个大多少 他的一班高中一个正的高中出来就是 就是二十人左右 他就是格里汉博士 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说真的 我们所要求的其实像也不太多 我们就希望说各位 所以我们大家来弟兄姐妹都能够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这就很好了 可是我今天的经文 为什么保罗他 他跟前面所来祷告的是 他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祷告 第一个 人人必须有圣灵 灵要赐给我们 这是一定要的 上次我们有讲到吗 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 主耶稣说 如果你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你不能见神的国 你不是这个重生的 你甚至不能进神的国 那我们当基督徒的意思就没有了 如果一个基督徒当了一辈子 最后不能进神的国 也不能见神的国 那就你白当了 一定要能进神的国 但是呢 这个就是小镇高中能够毕业的意思 你有圣灵 你得到圣灵的这个帮助 让你有重生 那你就是小镇高中毕业 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你可以去做这个镇上各样的工作 你有这个高中文凭吗 到哪里都会被接受 这是小镇的高中 但是你要知道 美国很大 你如果 你不知道小镇外头的情况 你就 你就看不到 你就不知道 当时的美国就是这样 在镇上我们就是镇上的新闻是最大的 看那个电视新闻 美国国防部 我们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 跟日本打仗 可能跟日本打仗 对大家有点影响 就像我们现在教会跟魔鬼争战一样 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正在跟魔鬼争战 可是有的时候 那个争战离我们是相当的遥远 不熟悉也不了解 那今天当选举来到 为什么这个总统他提出什么政见 他提出什么理念 重不重要 其实小镇你在小镇生活 你可以不太管这些事情 其实说真的 当时很多人并不太管这个事情 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一样 我们今天教会 说真的就是我们就布好自己 我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送圣族就很好了 就很好了 那至于为什么外头有些人在那么艰苦的地方 在宣教 为什么有些人 上次我们来 那个有一个 我忘记他的名字 他跑去非洲 对吧 大家还记得 他招人家种桑树 他为什么要过这样辛苦的生活 因为神有给他特别的开启 他这个开启 如果说我们不是 教会里不特别强调的话 一般信徒不知道 知道了也当做一个 就是一个离我们很遥远的新闻 不在乎 可能圣灵就并没有开启 我们真正开启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到神的国 并没有让我们真正看到神的国 所以保罗在这边 他要不住地感谢神 祷告所常常提到 因为你看你们是这个 已经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 他讲说你们这些人 做事行事为人不是这样 你们近乎得救 他用的字是近乎得救 然后保罗他最后 他在写那个腓立比书的时候 他也说 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上次莉莉牧师讲过吗 我要忘记背后努力向远 连保罗他都觉得说 他已经这时候 腓立比书什么时候写的 就是他已经到了最后的几部书信 他已经被关进死了 后来他再也没有出来的时候 他写的腓立比书 他那个时候还说 我不是以为我自己已经得着 我还要继续往前跑 还要往前跑 那但是呢 希伯来书的作者 看到这些弟兄姐妹说 很可爱 你们已经近乎得救 但是要怎么样 近乎得救 是不是已经得救 没有 要坚持下去 我们这个礼拜五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间 我们在讲那个什么 雅各书 雅各书讲过有信心有行为 对不对 有信心有行为 那到底是信心跟行为什么重要 我们是因性称义 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是不是就 就没问题了 因性称义是进到一个开始 雅各书强调说你要有行为 你有行为 你就把那信心彰显出来 对不对 那我就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看希伯来书 我看了这个以后 我就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信心跟行为都是一个暂时 每个基督徒在你的一生当中 我现在来看你 这个时间点 今天来看你 你的信心跟你的行为 我可以大概看一下 或者说我可能不是我 但是有圣灵充满 就是他有这个恩赐的人 他可以看出你们的信心到哪里 你们的行为到哪里 但是光是这样不够 加上一个时间轴 今天的信心行为 后天的行音行为 你到你一生当中的信心跟行为 所以近乎得救不是已经得救 还要继续的一直观察下去 什么时候你的 到了我们见主灭那天 那主一说 那就是张盖定 就是不会再改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但是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生徒的这些人 就是他们这个我在看起来 如果说做得好的话 也是上近乎得救 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得救 但是神国很大 神的国度做的事工很多 神的国度要做的事工很多 像尤其是当时 当时你在欧洲 从土耳其出来这个地方 以弗所 还有很多地方要去 那今天我们就停了吗 今天我们说的好听就是说 其实各地都有教会 可是每一个教会 它的成熟结果子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有没有可能再要很多事上 地上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真的有 我今天没有准备这个张picture 但是呢 在北卡 又是北卡拉雅州 一个叫做Summit Church 其实我有照片 但没有放进来 他在15年间 他拆送了1000个宣教士出去 这个1000个是我们总教会的几倍人口 但是呢 你要知道他 他在1990年的之前 没有比我们大多少 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 这150人而已 150人是不是比我们还少 大概比我们还少 他到1990年的时候 他自己本会堂300人 300人 只有300人教会 他就开始拆送 拆送宣教士出去 拆送 然后到了2001年 就是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 他那时候有500人 他得到这个拆送的国子以后 他就更努力地拆送 你知道吗 我这个文章是在2019年看的 2019年他们的本堂9973人 有没有 这个很可怕 从2001年是500人 2019年18年到19年 他的本堂有9900多人 这个长得也很多吧 可是他拆派出去直堂 直堂也居然超过他的本堂 他直堂他到处有直堂 这个在美国本地建立40多间教会 在海外直堂超过200多间 所以他那时候海外的 就是分堂有一万多人 一万零一百七亿人 2019年的他的 他自己的他们的文章 这个数字应该是很确定 所以回来这里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是 我们在一个被保护的 很好的环境里面 好像我们就在读高中这样 真的我不是在贬低我们教会 其实各地的教会都差不多如此 我们就是在一个神国里 一个训练的过程 我们正在读高中 还没毕业 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神要 给我们更多的任务呢 有没有可能 他的这个灵 圣灵赏给我们 让我们第一个先真知道他 上次也讲了 圣灵来是为了想起我们的 想起主耶稣基督说的话 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 我们要想起来 对不对 我们必须想起来 然后圣灵也会帮助我们 在一切的有的时候有恩赐 有能力赐下来 让我们能够 再慢慢的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会重生 我们的这个能力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品性 我们的操守 我们的对神的看法 看见都会改变 这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这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 本来爱主 爱但是没那么爱 以后会越来越爱 以后会越来越爱 甚至有些时候 有些人 你看我们就不能明白 为什么有人在 他在这个地方 美国内生活得好好的 我的有家有房子 对有工作 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说 我说我太爱 就跟老婆商量说 怎么办 我这个心里一直有个呼召 主这样子 我一定 我太爱他了 我要为他做点事 他就突然之间 他说我这些我都不要了 我要去外头所谓职堂或是宣教 你们知道那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吗 我认识一些宣教士的朋友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放下很多很多 他们不是说走投乌乌才去当宣教士的 各位其实有没有人走投乌乌才去当宣教士 可能有 但是很多宣教士他们不是走投乌 他们不是在这边失业很久找不到工作 然后这边反正这边混了一团糟 所以他出去了 不是 很多人是真的放下工作 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呢 他们看见了什么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圣灵会启发的 但是我们在这时候我们看不见 我们不知道 我们没有被圣灵改动那个眼睛 我们就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们觉得说这个划不来的 有些人在高科技公司被做了一年十几二十万年薪的人 对不对 在这边是开不是特斯拉 是Mercedes B&W 就开得很好的车 生活很好 他为什么要跑出去宣教 我们真的 我们说真的 我们说不能了解 不能了解他们的心 而且他们出去宣教不是讲短宣 其实所谓的短宣 你说两个礼拜一个月 那我都觉得说都是浪费资源你知道 你光是一趟去一个机票 回来一个机票 那两趟机票钱 你给那当地的教会直接寄过去 他们不知道可以做多少工作 但你要花你的机票去看看 然后这个算 如果说这样讲 说是一个训练的话 就是把你这个人眼界改一改的话 你有希望 有机会投入宣教 这个钱花的还值得 但如果说你就是出去玩一趟 然后回来这样 然后以后我去过宣教了 好了 我知道宣教这回事 以后再一辈子再也不宣教 我觉得这个就是浪费钱 这个 但这个有的时候是 就是怎么讲 这个资本投资 风险投资 有的时候必须有做一些风险投资 要不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宣教 对不对 然后呢 但是呢 主耶稣基督有告诉过我们什么吗 你不要说只有圣灵感动 灵命最高的人不见得能够知道来世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有些猜想 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来世到底 exactly会怎么样 但是这个果报不是在来世才有 在今世就有了 在今世叫得百倍 当然这个也不要想说我现在有银行有多少 二十万百倍二十乘一百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真的是会有福报的 抛下自己的房屋妻子 弟兄父母儿女 很多宣教士在开始在外头工作以后 他们所到的天地比我们现在在的天地大多了 很多常常这样 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守着一个两千 两千square feet的房子院子这样对不对 这是你的天地 可是你有的时候出去以后 你的这个你的territory就更大了 其实主说的话我相信并不是假的 这个很多人说你们这个主说这话糊弄我们吧 糊弄我们大家去投入宣教 对不对热心满的一个心 人的这个欲望一起来就为了这百倍就去了 其实我相信真的去宣教的 没有一个人是想在financial上 就是真的去获得百倍 他们很明白主要他们去得的是什么 他要到更广过的天地去 对不对 在那里有很多人的父母 我今天我改变一个家庭 这个弟兄他有父母 他将来这个父母也是我的父母 他有妻子有儿女 这些人将来也是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 但是他也是我的这个兄弟 儿女这样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人 所以主说这话我觉得是很真的 那你觉不觉得在那个地方你得到的人 是比你在银行户头里的钱是否是宝贵 那就是另外这是你的判断价值 这个天平是在你的心里 我就不敢讲 但是主说的话是真的 主说的话是真的 你如果愿意为神的国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就得这个百倍 这是很大的福报 那只有这样子吗 我们看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我这里没有把经文列出来 他就说有一个主人出去 出去以后他出去以前 他每一个仆人给十定名字 他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要回来对不对 我这个好像有经文我看一下等一下 他回来了 回来后就叫每个仆人来 仆人来说你们做生意赚多少 头一个上来这个这个是好的 他说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好啊 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世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实做成 所以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讲的这个金氏的报场 金氏是报场是百倍 但是这些银子呢 他一定银子赚了十定 主给他管什么 十座城 十座城哦 但这个不是我相信这个不是金氏 因为他是德国归来以后 他把国度已经得到他回来的时候 这个主人就大家封赏 他这个仆人凡是忠心的 他就用这个你看你的权柄荣耀 就不是一个几定银子可以数的 是很大的 是很大的 我相信这些很多今天在这个神的国度里 为神国努力的这些人 他们相信这些话 说真的我觉得我就跟很多基督徒我们讲 比如讲路加福音就讲这些经文的时候 大部分人听了以后就觉得说 我知道了 就这样如此的我知道了 可是他们心里这个观过不去 他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就是真的 如果说我今天我放弃我的工作 放弃我去为主做事 我是不是真的在士德百倍 然后来士他有成 如果我有这边有是忠心良善的做的话 主会把更大的交给我管 因为你要知道你会有永生啊 你为主做得好的话你会有永生 可是永生里你要干什么呢 永生就真的像我们所想象的就永远一直活着 然后就一天到晚敬拜赞美主 什么事都不做 不是 神我想神不是这样安排的 天上的事我们很多不能明白的 但是天上不是完全没有事情 会有东西要管理的 会要做的 就像神当初在造亚当的时候 他造完亚当给他什么 让他去管理原子 修理看守原子 神不是让我们 因为你知道 完全没有事做在那边非常无聊 那是 如果你又永远活着 那真是非常痛苦 那好像在地狱里一样 刚开始很开心 后来就觉得什么事都没有 不能做也不能动 只能敬拜赞美主 那这个到底干什么 不是的 神的国度有很多很多的事做 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在被创造的时候 创造了以后 你想我们不要看别的 我们就看天使来做了多少事情 天使在参与我们在主创造这个世界以后 在地上有参与很多管理的事情 有一部分的天使就是撒旦那一部分天使 他管理管理管理到后来起了坏心 他就说我必须要受敬拜 这些人必须敬拜我 然后说 神当神指的基督说天使都要敬拜他 他又不愿意 那就出问题 但是从这个希伯来人这个文化里面讲的话 我们这个原先 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天使在管辖 原先是 但将来的世界呢 希伯来书有讲说不是交给天使管辖 本来的计划不是交给天使管辖 所以将来的世界是要交给神的仆人来管辖 所以我们信这个 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说就是 就是说好像就是说 就是相信然后就是敬拜赞美 就这样就没事了 不是 我们的信仰是神会有安排的 在地上我们有地上的安排 在天上会有天上的安排 所以保罗在为我们求 我们希望说 他希望我们能够第一个知道认识他 然后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这个当光照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这个事情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不可思议 不要觉得好像这个事离我们很远 不是 因为你们面前就做了一位 所以我今年58岁 我在55岁的时候就辞去所有的工作 不是因为说那个 不是因为说我就是想扶想偷懒 但是我真的是 我从2014年以后就 心中开始有一个火热出来 这火热我自己也说不上是哪里来的 但是我曾经听过这个 有圣灵的感动有声音 我就开始 我就很热心 你知道当时做什么事情 我就开始写Blog 写一个Blog 我们看一下这个Blog 一个Example就好了 就这里 哇 Publish的文章有3463篇 这是我写的 有的是这个 有的是Video 像这两个是Video 这个Video 但是这个是文章 文章像什么呢 这样看一下 一个Example就好了 不是说真的要你们去看 就这样写文章 我就开始每天开始写文章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想写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 好像偏差不够 有问题 我就想写 当然我写的文章也没有多少人看 其实说真的 但是我就是想写 写着写的 刚开始从一般的文章 憤世忌俗的基督徒 可以这样讲 后来就开始说 我开始 后来开始写上哪里 马太福音 我就开始马太福音的文章 就是一张 就像有点像 现在的奖金 我就把我的 想写的关于这经文认识写出来 后来就写上进来 就开始每天写 每天写 我是一边的工作 一边的写 我以前在南边 在Milpitas Sisco那边上班 然后就去 然后回来 对不对 你看上下班还得继续 然后还得 还要写文章 因为文章是我的心里的爱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要写 所以这么多年就积下三千多篇文章 就写 写到后来很累 很累以后 然后刚好也被lay off lay off以后 然后就祷告 然后祷告以后 神就让我半年就找不到工作 差不多半年 半年找不到工作 后来找到一个工作 哎呀好好 在那个Alameda Island上 那公司真的是 你在Berry 你找不到那种公司 它是一百年多的公司 在本来在那个Chicago 他这边有一个这个 他收购的一个子公司 那你有百年企业做电力的 电力你知道那个就是这样 不会有什么太新创新 但他们还在矽谷开了一个公司 他说弄业新科技 我真的上去上班以后 我发觉我那做Bar去嘛 做Bar回来 然后去了以后发觉 哇 他的公司的事情 大概真的就是 四个小时 最多四小时 把他整天要做的事做完 我就有很多的事去写文章 我真的 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这个很奇怪 因为你在矽谷 你自己去找的话 都找不到的公司 我听过人家去矽谷公司工作 都是累得一塌糊涂 老板压榨什么 都是这样的 但我就得到这个工作 但后来呢 到了这个 到一个时间 我就开始讲 我觉得写文章不行 我还得做敬拜赞美 对不对 我还得做那个什么 还得讲道 练习要讲 所以这个开始就开始做了 有讲道 有敬拜赞美 像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 看一点点 exemple 一下就好 摩西 这是我 这是我 他其实就这么算过 我在这里 你看我到上下去就是讲道 开始了 这就是摩西 不要看太多 赶快关掉 这个人是谁 我不晓得 不认识他 就讲道 你要知道 一旦开始讲道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周 周间对不对 周间我要上班 周六一定得上去 我还要照顾女儿 还有什么事情要做 我即使写文章有空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 还是很累 后来就 我自己录的 就拿这个东西 就拿这个玩意 就这样子 到山上架好就开始讲 就这样 然后就讲 然后就 就觉得也很累 很累就跟上帝求说 神啊 我在这样做太累了 但是我很想 我很想把 至少新约圣经每一篇就要解 那你知道我解经跟我讲这个课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们现在 八九次课才讲到以佛所书第一章没讲 我解经写文章也是很细的 就写写写写写写 那我讲 要花很多时间 我跟上帝说 我能不能专心侍奉你 但是你知道吗 没有上过神学院 没有教会会收你的 但我还有热心还在怎么办 我就继续做 一边做一边祷告 后来神真的也赐给我足够的财富 我就真的就不用上班 我就可以 教会也不用付我钱 我也 我又可以全职做这个事情 就就是55岁 就是两三年前嘛 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那个 我就 God free me up 我就专门做这个 但我 我讲自己的例子不是说要夸耀 但我觉得说 真的值得 这个 这种心态的变化 是不知不觉的来的 你就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说不上什么时间点就 就爱上要想要做这些事情 就是想做 那就是神开了我的这个眼睛了 好 那我就知道他这个 必须要有指望 我们不能再满足于做一个 小镇高中的基督徒 你可以在小镇高中你可以得到毕业 你可以说 我们一生好好的做就是你有信心 你有行为 你再坚持忍耐到底 你最后会毕业 毕业会去见主面 主也会给你 也会给你夹缴 但是 说到冠冕 那冠冕就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有冠冕 如果你去什么某些领恩派教会 他说每个人都有冠冕 那个不要相信不可能的 冠冕是给有特殊的 甚至说像刚才主所讲的那种 你一定一直赚了十顶 他给你十座城 那个也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去 我这个我将来使用上天堂 我就可以去当城主 那没有 主从来没有这样讲 但是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开我们 神照明我们心中眼睛 他照明了以后呢 你连品味都变了 你连喜好都变了 以前我要看到银行里的那个 每个月发薪水是我的喜乐嘛 对不对 很多人就发薪水 哎呀 然后跟公司我能不能多加点班 然后我能不能升职 如果说那个今天大家是评级 我是L4 Engineer 然后我能不能到L5那样一直往上爬 很多矽谷的基督徒就也是这样子 他们是基督徒也是工程师 可是他们着重的就是说 我今天我能不能要往上爬 我能不能去买房子 大家现在1600尺的房子 我能不能买个3000尺的房子 我能不能换学区 我能不能开好车 基督徒也都是这样子 没有例外 我觉得基督徒也是人 这很正常 神也没有说不许 神没有说不许 你在小镇高中读书的时候 你在高班上偶尔得个奖 你去踢足球踢得不错 都是很好的 都会有嘉奖 神没有说不许 但是有一些人他的这个慢慢的 他的喜爱 他的这些眼睛就变了 他眼目不再说看 哎呀 车开多好有多重要 我能够房子住多大多重要 甚至有一些人 那比我更好 因为他们甚至可以离开 他在美国的这些很好的环境 他真的像祖所讲 我的房屋 我的妻子 那当然妻子可能要带去了 但我不鼓励大家宣教 把妻子留在这边 我在外地搜一百个妻子 哇 多好 不是 不要这样子 但是他真的是 就放下这些 他的妻子呢 坦白讲也可能是放下 他的所谓放下就是说 原来也是一个很世俗的妻子 他喜欢在这边太太圈 也就是晒晒美食照片那种 他如果能跟他一起去 他这个他的妻子是一个全新的妻子 他的妻子都是一个全新的妻子 不再是原来那个妻子 心都改变了 有的时候神就做这种功 不但是改变那个人 他连他的家人都帮他佩搭好了 一起去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 我们叶恩牧师怎么那么喜欢宣教啊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教会 我们牧师是很喜欢宣教的 常常如果说跟他在一起 他常常谈到宣教的事情 他也愿意花很多的钱在宣教上 你要知道 教会的权是大家奉献来的 奉献来的钱呢 我可以说我今天 你看我们教会停车问题很严重 我们想办法 我们再去买一个场地 我们改善停车问题 我们加交通车 让大家更多来我们教会 对不对 钱可不可以这样花 可以 冷气不够冷 我们做好一点的 对不对 吃饭 你看现在那个饭 那个品质塞 我们想办法改善午餐 就更多人来 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话 那这个是正确的道路 因为奉献是从人来的 你要吸引更多人才能得到更多的奉献 所以如果是做生意的话 就要这样做 你把这个钱 投资在我们各个环境 让每个信徒来 这个沙发好棒 影响很好 敬拜在那边很热情 大家就多多奉献 如果你要做生意你就这样 但是教会如果把这个钱拿到宣教上面 拿到做神的事工上面 是很划不来的 因为那个钱你 真的很多信徒说 干嘛浪费那个钱 对不对 我觉得钱好可惜 但是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 为什么不行了 不管了不用这个 但是这个就是这样 这是因为是什么 那是神的心意 我们教会不是来服侍神了吗 我们教会不是来敬拜赞美神了吗 所以当神 会开 不是当然可能不是开每一个人眼睛 但是开有些人的眼睛 开我们牧师的眼睛 开我们一些愿意奉献出去的 这些人的眼睛 他的世界 他的看法就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就是保罗在这里 我们回到保 这个 不晓得 这等一下 所以呢 回到经文上来讲 神 让保罗写下这段话 他就是说要 必须要开一些人的眼睛 要开一些人的眼睛 因为神的国度是需要 每一个基督徒在里面 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份 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并不能马上就能看到说 我们在 神的国度里头有什么份 或是我们有什么指望 我们今天要做的角色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从来不去想 从来不去看的话 那很抱歉 我常常 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在这个 就是一直到底就是这样子 他能够做到 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生徒就不错了 甚至很多人在 亲爱众生徒上面还有很多问题 增进 嫉妒 比较 这些东西都要对付 那教会里牧师也很忙 就每一个人就是辅导 听说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不合 就要开始想办法调节 这些事情 要做 可是有一些人就 他觉得这个都不是那么重要 他就要努力的 为神国努力 这就是说 你看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恩招是有何等的指望 我本来是一个普通工程师 这个可能一个普通太太 或什么 对不对 大家都是普通人 如果你去 一个基督徒很火热 开始做事工了 你回过头看他十年前 那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 没有差别 人人都是从人人过来的 没有人生下来就说我这天生爱主 我可以不要这个 没有 牧师你把他就从这个 从这个奉献开始 之前再倒推十年 不是一样的吗 学生吗 学生哪个会这么爱主 没有的很少的 在奉献之前 大家都是一样 就不知道 为什么要做这个 但是神看到 当我们看到神的指望的时候 我不知道 Bill Graham 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看到这么大的指望 他真的是看到世界上 有这么多需要得救的灵魂吗 什么时候看到的 某一个时间 在某一个时间 他就突然觉得 他有需要要出去 甚至是说 放下他现在所有的 他也要做 不是为了在这个 在人面前更有名 不是说我今天能够大战讲台 我能够讲一些 你们在楼下面要听我的 我不是追求这个 追求这个我就 那我之前从2014年做到 做这做这么多 这么久是干什么的 没有人看我 我也要做 不是为了那些 而是我知道 神看到现今世代的需要 这个需要包括 包括普通人没有信主的 包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 对真道不了解的 包括那些 眼睛还没有打开的 他只是想毕业 那这个当然没有错 但是有一些人中间 我希望今天讲的时候 让大家能够想想 你会是怎样的基督徒 你到了最后去见主面的时候 你会是怎样的基督徒 也许不是说你真的就是 你能够放下这个所有的一切去宣教 也许你放不开 也许你真的 或者神会改变你这方面的心理 但是最起码在 比如说以后有人说宣教机构 需要支持的时候 真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觉得 我已经十一奉献了 这个就是 神要我做的事情 我就十一奉献就够了 对不对 神说的我要求我也做了 你不要宣教人每次来就不要再烦我了 对不对 那他们怎么办 你要知道现在在美国 我们省下一点点钱 也许多一百块美金 你知道这一百美金在非洲 或在中国一些贫困的地方 可以做多少事吗 很大的事 你的一百美金 也许是说你的生活 一个月的薪水的 会不会说百分之一 不一定 可能就差不多百分之一左右而已 百分之一 可是你在那个地方 可以做很大的事情 神把我们放在美国 这么富饶的地方 是有他的用意的 给我们获采能力 是有他的用意的 当然我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也是为你们祷告 希望你们 神也开你们的眼睛 让你们看到这个恩召的指望 不是只有在教会里 跟大家处好就够了 当然那也不错 你首先要把这个事情处好 你小镇高中 你的毕业文凭要拿到 对不对 如果你拿不到文凭的话 你这个都白讲 对不对 出去找工作也很难找 但你小镇高中 文凭拿到之后 你要出来 有些人去华尔街 有些人去华盛顿 为美国做了更大的事 这是小镇 我们教会里面 你教会里 你做个好基督徒以后 会不会有一些人 也能够 甚至离开这个教会 不是说那种离开 而是说你要拓展的离开 也许会有一天的 我不知道 所以呢 所以我们回到经文 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他的恩召的指望真的是大 不是说我们有永生 这样子而已 永生 那就是你的高中真的毕业了 你就得到永生了 你可以在神国里面做一点事情 就是在他的国度里面 但是也有更大的事情 他有他的军 基督的军队 基督的军队会需要一些 你知道天使还有天使长 对不对 他有他的这个层次的 他有他的 我说不好意思讲 但是我说你看星球 宇宙中这么多星球 有没有星球 需不需要管理 我也不知道 神会去派天使管理这些地方 还是派我们将来得圣以后的这些人 会去做 都有可能 我们也许不知道 但是 如果神把这个热心放在我们当中的话 不要去浇灭他 这个是真的是给我们的指望 我们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基业也是我上次讲过的 基业记得吗 乌克兰很想加入北约 对不对 加入北约就是他的基业 他觉得得到保障得到帮助 但是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以后 那么假如另外一个国家被人家俄国打了 那他也要出兵 基业是双方的 我们既然能得到基业 我们也成为基业的一部分 所以圣徒中所得的基业 不是说神得着我们 或是说你看我们得着神 这个在基业中 我们在天国里继承了伴母三分地 不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是成为一体的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神在地上做的事是大的 在天上做的事是更大的 那就是今天就经文就这样子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今天来做给大家做个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感谢赞美 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 你将这个宝贵的经文赐下来 你借保罗的手把他写下来 主啊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在你的面前 领受你这个话语 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 你真的是开我们眼睛 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看到 你的国度是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你为我们所准备的 你为我们你指望的 你给我们的指望 你为我们所命定的是何等大的 何等美丽的 这国度是大的 你的指望是深厚的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 主啊愿意今天有你的话语 能感动弟兄姐妹 你真的是开他们眼睛 开他们的耳朵 感动他们的心 愿意为你的国度做更多的事 我们人都是渺小 都是软弱的 但因为你也把恩典 跟能力也赐给我们 感谢祷告不配 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